那首先就是非常荣幸 还是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和大家去分享一些 就是我在互联网应用 以及说是服务计算 包括云计算方面的一些实践 然后我想今天这个报告 大家可以看到题目 题目其实是能够看出来是漫谈 既然是漫谈了 相当于说是这个主题比较自由 主要的一个目的是和大家去分享 现在互联网上面发生的一些事情 也就是说它在这背后和我们所从事的软件技术 也就是我们大家从事软件工程的学习 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联系 今天的报告我们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我们是从这个 无所不在的互联网谈起 我们叫做今天大家每天都在上网 每天都在聊QQ 用这个网盘 用这个什么吹胶网络是看视频 那这背后我们看看这个互联网 它今天和我们十年前在看互联网 今天是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这是第一点 但是说我们引诸 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观点 就是现在的互联网 实际上不仅仅是说 每台笔记本 每台PC 计算机他们之间互联形成这样的一个网络 实际上是一个把人类社会 物理社会 以及说我们现在的新一世界 通过新一世界这样一个 算是一个载体 新一技术一个载体 把人类世界 物理世界 整个融为一体 所以我们去讲一些 相关的一些新型的应用的模式 这些模式 很多东西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但是可能没有去仔细去思考 但我们今天可以帮大家去总结一下 第三点就是说 我们对互联网软件技术的一些思考 首先我想有这样一个观点 这个观点大家应该都不会去反对 我想过去 我们都是学计算机的 学信息技术的 IT 我想是过去的 应该60年吧 因为从44年的时候 第一台新代意义上的电子算机出现之后 到现在已经快70年的时间了 对吧 这7年时间我想信息技术 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整个发展的进程 这件事情 大家不会去有什么反对的意见 但是从信息技术本身 我想有两件事情 应该是对于我们人类社会 产生的影响是最大的 一个就是PC 就是在大概是在30多年前 最早是苹果和苹果出了自己的一个PC 就是那个乔布斯 他最早做那个Mac 2 然后到了这个 后来就是到80年代的 就是微软和这个英特尔联盟 达到的时候就算了Winter尔联盟 PC就是 比尔盖茨有个 有句著名的名言 就是我的梦想 就是让每个人的桌子上都摆一台PC 我想现在都每个人都 我可能每个人可能都不止一台PC 这是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我想就是说互联网的一个飞速的发展 大概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末 开始互联网 国际互联网开始出现 那么可以说是对信息的传播 我们就信息的共享 资源的共享 一个交流的速度 深度 广度和深度 做了一个指的飞跃 而且目前来看 我们都知道 近两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名字 什么三网融合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三网融合 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 由互联网形成一个基础的设施之后 它是以它为主干 包括什么电信网络 我们现在电信网 移动网络 广电网络 甚至说我们有些同学 可能也听说过物联网 对吧 有些同学听过物联网这个名词 为了我们这名词 这个智能设备 我想 正是因为互联网的这样一个出现 带动了我们这样智能设备的发展 实际上是让我们的信息技术 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影响更为巨大 那么同理来说 就是我们一般来讲 信息技术也会带到信息的产业 让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件事 因为互联网出现之后 对于整个信息产业的结构 也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冲击 比方我们说刚才在讲的 八星代初期的时候是微软 Bill Gates和IBM他们联盟 打造了包括英特尔 他们打造了一个叫Winter的联盟 就是说以你的英特尔的芯片 然后以那时候IBM做自己的PCG 然后微软做操作系统 他们造成一个联盟 实际上垄断了大概20年之久 信息产业20年之久 还是导致微软赚的是盆满钵满 至少在10年之前 微软应该是属于 不是10年之前 大概好像在去年的时候 微软还依然是市值最高的 一个IT的公司 但我们发现进入2000年之后 这件事情发生了变化 一个代表性的东西叫做Google 大家都知道每天在用Google 因为Google是一个典型的互联网的公司 正是因为它借助了互联网 这一波新兴的产业的浪潮 使得整个信息产业的结构 也发生了变化 我们今天会发现 做的最好的公司 市值最高的公司是什么 是苹果是不是 但苹果大家知道 在Jobs回归之前 实际上它是一个传统 是在做PC的 还是在做个人计算机的 但是它后来发现 它真正是这几年 发展起来是靠什么 是靠它的iPhone 是一种移动的终端设备 其实这也是借助互联网的发展 来发展起来的 那么对于我们中国人 可能来说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 比方我们的百度 比方我们的QQ 腾讯应该是目前来说 国内的市值最高的信息公司 而且它本身是一个互联网的公司 而且特别是腾讯它打造了一个什么呢 你们可以说腾讯有很多的山寨的技术 但是腾讯有一件事情 它做得非常的强大 就是它利用自己的用户群 打造了一个一站式的虚拟在线空间 实际上是带动 就是我们 我相信 包括我妈妈已经快60岁了 她现在她也会用QQ 她也会玩QQ地主 我相信这对整个新技术的普及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促进 包括我们说华为 华为是现在是每年专利最多的中国技术公司 实际上这些公司都是互联网的公司 这表达一个观点是什么 就是因为互联网的出现 导致了整个信息产业的结构 也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那我们回头来想想 每天都在用互联网 我们 互联网其实它是有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的 最早的时候我们想十年前 那时候你们还都在读小秀 我刚上大学 但是孙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 那时候 每次他去这个宿舍去视察的时候 我们就是 经常会发现我们在上网看 看新闻 那个时候的文本是 那个时候的互联网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 最典型的就是什么 就是门户网站 比方说雅虎 最早的是雅虎 后来国内就是什么 国内就是新浪 但那个时候的互联网 大家想是什么 是一个什么样一个平台呢 仅仅是一个信息的发布的平台 对不对 你实际上是没有一个 就是说它是一个信息的集散地 实际上一直是说 大家都去上面去看东西 去分享东西 但到了02年之后 就是在 大家现在知道有一个人 叫Tremorelli 就是做那个 它是本身是一个做出版业的 Tremorelli 它有个观念叫做 Web 2.0 今天Web 2.0 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比方典型的就是 你们用的社交网络 包括用的这个 一些在线的网站 像Flaker 什么YouTube 这些网站 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就是说 信息不仅是一个 单向的流动 不仅是我上去看 而实际上是 世界开始以我为中心 就是我不但是可以去看 而且我可以去 把自己放在这个信息系列的中心 我可以自己去分享 去发布一些东西 那么现在变成一个双向的网络 换句话说 用我们计算机的数据来讲 就是Web 1.0 我们如果是以这个信息的 门户网站叫Web 1.0的话 我们就是它是一个read only的 只读的 但是到了这个2.0的时候 就是一个read and write 就是可读可写的东西了 那现在大家也在说什么 Web 3.0 但Web 3.0是什么 现在还不知道 那么各有各的说法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发展的趋势 是什么 就是说肯定来讲 是因为现在的信息资源 是极大的丰富 因为每个人都能够参与到 互联网的这样的一个建设之中去 信息资源是极大的丰富 那么导致说以后的 网上的资源丰富之后 它便会使得我们的网络 会更加的智能 那么大家现在也会再讲说 特别是说一个什么个性化 在Web上讲个性化 因为2.0就是带动了个性化 大家说是能够在 无论何时何地 何处 何种设备 何种方式都能够联网 而且是能够很智能地去获取一些 互联网的信息的服务 包括现在我们听到的一些 就是可能和未来的Web 3.0 有关系的一些技术 比方说什么三网融合 云计算 移动互联网等等 包括我们今天前面会讲到的物联网 可能都会和未来的Web 3.0 所谓的Web 3.0 什么产业上的变化 技术上的变化 但我想我们本身是做计算机的 特别是学软件的 我们应该回头去看一看 就是围绕互联网这样一些新型的应用模式 它这个概念实际上是非常的多的 我们随便滴留几个 在技术方面 比方说我们是希望利用多网的融合 有什么 有语义网 下面可能有学数据库的同学 有Social Computing 社会计算现在非常火 Service Computing 查了很多年 服务计算 大家知道我软件级服务 一会儿我们就会提一下这个事情 Cloud Computing 这现在目前最火的一个概念 在应用模式方面 有什么 有什么数字经济 这个智慧地球 大家就看什么IBM做这个广告的时候 让我们共建智慧的地球 什么智慧地球 大家可能现在每天都听广告词 但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一会儿我们可以去看一看 它到底是一件什么事情 包括虚拟现实 社交网络等等 这样我们会发现 围绕这些 新型的这些应用模式 或新型的技术 它其实都是以互联网为核心 来展开的 对不对 那么其实反映说一个就是 我们现在是把整个的互联网 作为一台计算机来看 我们所有的这些模式和技术 都是围绕这样一台大的计算机 虚拟的这样一台计算机 去展开去做 那么这就是说 为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因为出现了 我们刚刚那么多的技术和模式 实际上我们再仔细去想一想 就以前的互联网 它仅仅是说一些计算机 一些计算机的设备 PC服务器连在一起 形成这个虚拟的拓扑的结构 这是一个互联网 但今天来看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特点是什么 就是计算机融入了 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并且改变我们的生活的方式 比方说 SUS Networking 一会儿我们会提 每天你们都在用校内 对不对 SUS Networking干了一件什么事情 就是把你在现实生活中的 这样一种社交的关系 社会社会的关系 在虚拟世界中做了个印象 就是通过IT Enable的这件事情 另外就是说 我们所谓这个物理世界 大家可能现在知道 有什么这个物联网 物联网其实很简单 它的概念是什么 物体和物体连在一起 比方说我现在 我手里拿了一台这样 一台Mobile Phone 对不对 Mobile Phone 然后如果说我在那个门上 那个门上有个Sensor 那可能我手一扬 对不对 它就Sensor感受到 我的这个动作 对它进行解析 这个门就会打开 或者关闭 就是一个简单的 物联网的一个case 一会儿我们会看看 物理网到底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会发现 因为这样一种IT Enable 导致说我们IT的技术 和我们人类的社会 和我们的物理世界 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实际上我们会发现 这个IT 特别是这个Network Internet这样一个宽度和广度 都在不断地扩大 对不对 那我想下面我们就可以展开 去给大家去看一看 一些相应的一些模式 或者一些相应的技术 所以我们先从模式开始 去推一些技术 最后去看看软件 应该做些什么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想大家都会知道 叫做Cloud Computing 这是这两年潮的 最火的一个概念 Cloud Computing 大家都知道云计算 每天搞的云计算 这个也说云 那个也说云 都搞的云里雾里的 其实云计算 干了一件什么事情 就是因为 整个IT资源 非常的丰富 而且网络 非常的发达 导致什么呢 就是这些资源 可以被集中起来 你们可以举个例子 就是说我现在 打个比方 我现在用这个笔记本 我现在用这个笔记本 它有一个电源的插口 对不对 我把这个电源插口 接上之后 其实我是不知道 这个电是怎么来的 我也不知道 它这个电是怎么 就是在这个电场 是怎么去进行 什么水力发电 还是火力发电 我不知道 而且我也不知道 它是通过怎么样 一个变电的方式 传到我这个 它设备上的 对不对 实际上Cloud Computing 有这样一个 类似的概念 就是相当于 它在internet上 建了一个巨大的 一个面向IT资源 的这样一个电场 它的一个想象 其实是什么 你所有的资源 都放在Cloud的里边 放在这个 一个大的云里边 然后只要你插上网线 你想要什么 我给你什么 而你不需要去知道 里边的东西 去怎么去运作的 叫做服务 对不对 所以说Cloud Computing 简单来说 就是这样一件事情 它简单来说 就是把这个 所有的资源汇聚在一起 而且以一种 就是相对透明 或相对这个 简便的方式 让你任何人 可以在任何的地点 通过任何的方式 去按需地使用 这就是Cloud Computing 从字面上理解 它是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本质 当然它里边 有很多的技术 我们下面去看一看 因为Cloud Computing 像我给它 有这样一个 就是一个简单的定义 它实际上 一定是要基于一个 Data Center 就是数据中心 大家知道 互联网数据中心 汇聚起来 强调性价比 效能和可信的 服务运营模式 而且是和应用领域 紧密相关的 我们今天看到很多Cloud 比方说亚马逊 它有自己的EC2Cloud 实际上是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就是把它的硬件 租给你 对不对 Google有自己的 APP Engine Cloud 它叫什么 就是给你提供了 一个开发的环境 然后你用它里边的 各种什么库 各种资源 各种服务 实际上你是不知道 它下边是什么东西 但是你只会知道 我可以用到这样一个功能 拿过来用就好了 这是它是不一样的 另外我们现在用什么 一些软件系服务 最简单 最经典一个例子 就是大家用Gmail 用Gmail人举下手 看一看 有很多我想 那像Gmail和传统的 这个邮件系统 就是你的桌面的客户 装的邮件系统 是什么大的不一样的 就是说 我用了这个Gmail的 一个软件系统 我只打开一个浏览器 我用就好了 实际上我不需要 去在本地 做一个安装的拷贝 对不对 你如果现在像我 给我装个Foxmail 实际上我是用了 这份软件的拷贝 对不对 但是我用Gmail Gmail这个软件的实现 并不在我这台机器上 它是在Cloud里面 我只用了它的能力而已 就是这样一件事情 而围绕这样一件 我们可以做一个分层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Infrastructure Service 比方说我的硬件设备 我就说作为一种Service 这是一种Cloud Platform as a Service 就像微软 或者是Google 他们做的这样一种 就是实际上是在 运行平台层的 比如操作系统 开发平台 这种Service Software Service 就是软件计服务 那么越往上走 我们开始一种蓝海 什么叫蓝海 就是说它的应用商机越大 实际上是最好 上面我们这个蓝海 它是做一些什么事情 就是说一定要和 某一个应用领域相关 你如果想把这个Cloud 做强做大 一定是和某个应用领域相关的 它里边的核心的技术 就是两件事 一个叫做虚拟化 很多人都知道虚拟化 虚拟化就是一个 把一个具体的东西 变成一个具体的复杂东西 给它抽象出来 以一个相对简单的方式 让你去用虚拟化 但是有哪种虚拟化的方式 我们不去多说了 不去多说 这个分割是虚拟化 和具体的虚拟化 是怎么回事 大家可能是 从我这个一张图 一下给你们看明白 那另外一件事情 我刚才已经提到 就是说是 其实是Cloud 我们讲的一个 服务化和虚拟化 实际上服务化件事 出现得更早 比Cloud更早 因为是服务化的一个大型 就是它的一个 发展的非常迅速 以及应用模式非常好 导致了这个Cloud Computing 最后能够被做成 那么这个 我想是说一件事情 就是说 互联网这样一种 新型的模式 就是软件技术 大家都知道软件技术 就是Software Service 这个说了 大概有十年之久 它的一个核心 是一件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会发现 就是我刚才讲的一个意思 就是说 你原有的一个软件 你原有的软件 使用它的一个产品的拷贝 但现在我不需要拷贝了 我去暗讯 去使用它的一些功能就OK 所以说原有的一些 比如说微软的Office 微软的Office 它实际上就是做出一个产品 做出一个产品 它是以一个产品为中心 本身我们可以认为 像微软 以前做Office 它就是一个制造业 对吧 一切以系统为目标 然后我去做一个 一管件上的产品 但现在呢 像比如像Google的 Google Docs 或Google的Gmail 它就是一切为用户为中心 大家想想 以前我用Office的时候 最经典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呢 就很多功能 我不会去用 比方我Office 我最多用三样东西 就这个Word 这个Portpoint 还有那个Excel 对不对 但我发现 这个Office里边 它一般是捆绑销售的 这个基点做得非常无耻 它就里面说 你还有什么 用这个OneNote 用什么Project 这东西大概 我从来不会去碰它的 但后来发现呢 我不光是 我不光是不会去用它 但我还要去为它付费 这件事情是很不合理 但因为这是 它的一个产品的 一个销售的策略 它要卖给你的时候 就是一个大包 都卖给你 但现在实际上Google Docs 就我只用Office中的这个Word 或者只用Office中的这个PowerPoint 我就只为这部分付钱就OK了 而且说 我可能只用了这个产品中的 就是Office这个Word里边的某一项功能 我只需要为它付费就OK了 是这样一件事情 所以说呢 我去引诱我们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所谓的软件机服务 软件机服务 我刚刚已经讲过一件事情 就是说 实际上就是从传统的一个制造业 就是我以前的软件产品 也是干一件什么事 它做的东西就是以一个单机为目标 做出一个单机板上的一个拷贝 对不对 我拿一个光盘去装 装个Office就OK了 但现在呢 我在网络环境下 我就用这个Software Service 实际上我概念什么事情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在线使用的 而且是永远没有什么升级的问题 因为大家知道 每次Office的光机 给你奔出一堆什么叫升级的框 你会很烦 但是你用这个像Google Docs 或Google Gmail这些东西 它是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因为它每次给你的 都是它的最新的版本 因为都远在线使用 而且这是按需使用 实际上我们对这个软件服务 因为现在很多东西 它没有一个定论的东西 唯一我们知道 对这个今年的软件 有一个分类 叫做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 对不对 实际上相应来说 对于软件服务 也就是所谓的平台类SaaS 和这个叫做什么 就是应用类的SaaS 应用类SaaS 比如刚刚讲Office 就是应用类的SaaS 平台类SaaS 比如说Google的App Engine 就是作为一种平台类的SaaS 其实有很多人 就是把平台类SaaS叫做PaaS Platform as Service 比如说国内有一个 叫做摆会 摆会它做一个一体化 这种在线的办公的平台 也可以作为一种 就是平台类的PaaS 而且我们是知道 这种模式你们想想 是不是只有软件 和互联网的结合 才能够做成 如果没有互联网 你是不能按照按需服务 如果没有软件 你不能够提供相应的功能 你不能对它进行简裁 所以SaaS模式 这是一个结论性的东西 我认为是个结论性的东西 就是只有互联网和软件的结合 才能够实现 当然SaaS里边 我们刚才讲 它有很多的一些优点 比如说是 以前有句广告叫什么 一旦拥有别无所求 是不是 这个什么非亚打表的一个广告 实际上这个是借用过来 套用一下改改 就只求使用 不求拥有 实际上你想想 你用了这个Software Service之后 你没有这个产品的 没有它的代码 对不对 你只有它的一些功能和能力 那么你只需要去 访问它的地址 就可以在线使用它的功能 使用更加方便和直接 第二就是说 我刚刚已经讲过 说你极为成本 你不需要去买一大坨东西 你只需要去买一部分东西 这是它的一个很优势的东西 第三点就是说 我们讲一件事 就是它SaaS是可以被组成一个新应用 大家都在学软件 在学孙老师的软件工程 知道 软件工程一个 就是做软件 有个核心的一个原则是什么 就是要高 做一个软件模块 高内聚 第五核 是不是 高内聚第五核 实际上做SaaS的时候 你想想你如果只想把这一部分功能 卖给用户的时候 你是不是一定要把这份功能 做得很高内聚 和它其他部分的偶合度要很低 但这也有个什么 就是你一定要设计到一个什么 要设计到把这个软件模块分装好 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接口的设计 有了一个接口的设计 它就可以和其他的软件的服务 以其他的SaaS 能够去 就是我们叫composition在一起 那么这是一个最近的例子 我们去举个例子 你们都用Google Map 对不对 然后你们可能会用 可能会用到这个Google Map的时候 我去查某个地点 然后查某个地点 你可能会说 这个比如说在北京 我觉得Google Map 我想看看这个地点的天气 是不是 我就可以把Google Map 这个地点的信息 传给雅虎的Weather 然后它就会在那边 跳出来说 当前北京的温度是多少 分力是多少 然后你说我还觉得不爽 那我可以把我的联系人 这个Excel表打开 我可以把我联系人 每一个联系人的地址 我都传给Google Map 对不对 传Google Map 然后它就在 把我的每个联系人 在Google Map上 都给Spot出来 这事实上是我们现在 网上很火的一类应用 叫做MashUp应用 大家可以上一个网站 我说没有写 不好意思 没有写 这个网站叫programweb.com 大概现在有5000多个 MashUp应用 他们做这种小的应用 就把不同的这种API 给拼在一起 软件服务拼在一起 新的应用 去赚了不少的钱 那么再说 往下再说一件事情 就是说 说完一般的软件 我们一定会想到 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讲 刚才 软件有系统软件 和应用软件之分 我们讲到 系统软件的时候 刚才已经讲了 有这种platform as service 现在我们还有一件事情 大家往前都会 面临到一个问题 就是所谓的 海量数据的处理 对不对 因为我们刚才讲 外边的出现之后 最大的一个变化 在于什么 就是说 每个人去上面 可以去contribute data 对不对 对了很多的data 这data它大多数是什么 是没有结构 或者是有半结构的东西 半结构的东西 我就要去里面去 特别在里面 有学数据库 和KTD的同学 他可能说 这里面去要 mining出一些知识出来 对不对 所以说 对于数据处理 就是在现在网络上 这个数据处理 就海量数据处理 就是说这种 海量化 非结构 以及说领域化 成为这种数据处理 在一种重要的发展方向 那么对数据挖掘 知识发现 和予以往 提供了一个更高的要求 这样有一个数据 就是互联网数据急剧增长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右边 右上角有一个图 有一个 大概称指数据 往上涨的一张图 大概是在 2010年 这是去年 我拿到一个data 这个是有 将近1万亿个 JB的data 这data 当然说 中边有很多 垃圾的data 你要去把它过滤掉 80%的活动 就是进行各种活动 产生了非结构的数据 那么看来 就要把这些非结构的数据 给汇聚在一起 产生一些新的知识 产生一些新的 我们对文学 intelligence 实际上是非常有用的那件事情 但是你用不好 其实也会很麻烦 一会我们看一个例子 我们去看一个 就是 因为现在大家知道 每天我们都要上网 就去 比方说 你们要去写English的paper 对吧 你要去写推荐信 写推荐信 你们可能会上网去搜一些 怎么去把中文翻译成英文 但我会发现今天的这个 因为 data太多了 其实我没有利用好 会出到很多的笑话 一些雷人的翻译 比方说 我们有一个最经典的一个例子 就是 这是一个切词的例子 就是 小心地滑 是吧 小心地滑 大家会发现这个切词 它是没有切好 它的英文最后翻译成什么了 sleep carefully 是吧 sleep carefully 实际上是什么 你小心地滑下去 是不是 实际上它不是这个意思 应该是什么 你们去机场的时候 mind your staff 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一个词 然后呢 我就是在网上就是 平时有时候拍的一些照片 什么 有困难找警察 difficult to find the placement 想想 这是我们现在真正的一个翻译 就是说 对于这种数据的一个处理 并没有做到很好的一个翻译 这个还不算很雷 这个还有个更雷的 我从微软的一个网站上拿到的 上次洪小文院长来北大做讲座的时候 我看到它的PPT 然后去找 这是国内的某一个著名的 也算是半山寨的一个超市 叫大家知道叫什么 诗记莲华 我们有个华联超市 还有诗记莲华超市 实际上是一个半山寨的一个莲华 这个实际上是在去年的上海 前年的上海 有这样的一个超市 结果大家可以看一看 它这个翻译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关于这个一次性用品 这个是真的 这不是我PS出来的 就是拿到一个真实的一个照片 你们可以看到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说大家现在用这个互联网的data 用的并不好 用的并不好 最后翻译出来是这样一个东西 其实闹了很大的笑话 去年在开世博会的时候 世博会有上海专门去 整治这个各种的雷人的翻译 专门是大家可以上网 搜新闻 优库有这个新闻的 所以怎么去搜这样的新闻 但是没有这个广告 实际上我们会发现 这是其中一个核心的 我想讲的一个观点是什么 就是说互联网现在的data非常多 你要对它这些半结构化的data 进行一个很好的处理 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语意的分析 才能够对我们进行有用 所以说现在呢 大家就可以发现各种公司 各个公司 特别是做数据库的公司 比如说这个IT 就是一些互联网的公司 对这个海浪数据的存储 分析和处理都非常重视 比方说我们知道 Arch是做这个数据库的老大 他现在就是开始重视 对互联网数据的一个分析和处理 对不对 也就是说包括我们IBM也是做数据库 大概才能够排老二 它的db2应该是 在这个市场份额中 应该占到老二的这样一个地位 他也开始很重视 就是对互联网数据的一个管理和分析 也就是我们现在知道 有很多这个开源的 包括是一些非经典的一种 就是就是关系型数据库的这样的一些公司 比如我们大家可能有学数据库的同学吗 举下手看一看 好像还没有 有可能有 就有个东西叫Hedup 大家可能也听说过这东西 就是他可以说是怎么样去对这些海岸的一个数据 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管理存储和组织 也就是说中心去提取一些有用的语意 也就是说可能你知道一些个Google 有什么Map Radio 像都是做这类似 都是在做类似的事情 那再往下去提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想 这件事情也是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就是叫做社交网络 社交网络 这件事我想是大家 每天都会在用的一个东西 比方说你们用QQ QQ就是最早它只是一个端对端的什么 端对端的一个通讯的工具 但后来发现围绕QQ产生出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巨大无比的社交关系权 因为你想我 因为大概是十年前 我算是十年前的大学生 那时候我们就用QQ 我知道今天我和我同学的联系 特别是和我高中同学和小学同学联系 主要还是通过QQ来完成 当然你们今天 我想你们已经开始通过校内 或者通过什么开心这些 新型社交网站来完成 但是我们可以看看 这个社交网络 它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就是把你人类社会的这样一种关系 就是线下的关系 变为线上的关系 对不对 而且这两个中间 是有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为什么呢 以前说我建立一个社交网了 仅仅是说我和 来个比方 我和某人是朋友 那么我们通过这种网络 我们就建立一下 有联系 仅仅是这样 但现在发现这个关系 是影响双向的 因为以前我可能不认识某人 对不对 我可能并不认识某人 但是因为是通过社交网络 我认识的它 导致说我们在线下 有了接触 有了就是说是其他 其他方面的关系 最经典的一个例子是什么 你想一想 就叫做一个著名的网站 刚上市事件不久 叫做世纪家园 你们知道吧 就是找婚恋的这样一个网站 实际上就是一个最经典的 就是社交网络 如何去影响我们人类生活的 这样一个例子 那么但是这个我们会发现 社交网络做完之后 出现之后呢 它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就是说人类社会和信息世界 渐渐趋于融为一体了 所以你有时候很难去 很明确地去划分出 到底是线上的关系紧密 还是线下的关系紧密 现在大家是不知道的 对不对 尤其这个事情 已经引起了很多的重视 也就是说我刚才 一开始讲的一个技术 现在大家知道 非常火 叫做social computing 叫社会计算 社会计算 现在是非常火的一个领域 就是说如何去把 这个社会行为 特别是什么网络动力学 以社会行为学分析 和IT技术结合起来 以及更好地为人们服务 就这样一件事情 大家现在很 这个是一个很热门的 研究的方向 而且围绕这个社交网络 其实它是 因为社交网络 我们再多多说一点 社交网络最早出现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大概在 就是有个明确的说法的时候 就是叫做myspace 现在myspace 它的 在中国的老板 你们可能都听出会 这个人叫做邓文迪 知道这人吗 传媒大亨莫多克的老婆 就是邓文迪 他中国的负责人 他真正是把社交网站 推向到 一个大的应用 就是说开始去盈利 实际上就是 Jackbox做的一个 这个东西叫做Facebook 你每天用在 用校内 现在叫人人了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山寨版的Facebook 在国外大家 今天都在用Facebook 是在04年 现在Facebook的市值 大概应该是 也是在百亿美元之上 Google啊 微软都想去收他 就收不掉 当年那个 当年Facebook出来的时候 这个是 好像是李开复吧 李开复就是 曾经好像给 Bill Gates推荐过 说是要去收购他 Bill Gates说是多少钱 他说是无益 他说一个小孩 做的东西要无益 最后没有收 现在他已经长得很大了 所以这是一个笑话了 我们现在讲 有了社交网络的 我们刚才讲 其实是导致我们 线上和线下的这种关系 已经日趋的模糊了 这种界线已经日趋的模糊了 然后特别说近年来 以前的Facebook呢 Facebook销的一种东西 它仅仅是说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平台 大家的关系建立起来 还不够的实时 但我们会发现近年来 因为有个东西叫做micro-blogging 就叫做微博 五年前我们是写博客 写博客长篇大论的 胡扯一通 可其实不多 现在发现微博出来 就140个字 140个字改变世界 对不对 因为微博 大家想想 你们现在想想 真正说把微博 微博为什么会成功 把微博推向一个大成功的东西 是什么东西 它有个载体是什么东西 除了字少 简单 方便 还有个东西是什么 就是我手里这个东西 是不是 你们今天有多少人 是用PC去发微博 我相信这个东西不太多 但多数因为有了智能手机 是不是 你们都是发微博 基本上都是通过你的智能手机 或你的Pad去发微博 这样起来 你的这个方式更加改变 比方说我们今天说 这是我和宋老师 就是宋老师在带你软工十一课 我们就是在 现在就是有同学在下边 他们也在软软工十一课 在做这样一个手机版的微博系统 就是北大微博系统 就是说 你讲微博它干了件什么事呢 就是这个信息非常简单 那它会告诉你说 现在发生 周围发生了什么事 它会很快地通过一些信息 把你的人给聚起来 比方说我现在我要去打球 我要去打球 说现在五四是不是在洒水 有个同学他就在五四旁边 他发一条微博说 OK 现在五四并没有在洒水 可以去打 赶紧去吧 说是今天 现在人比较多 刚才说宋老师软工科要点名了 赶紧发条微博 也不用发短信了 大家一看 只要你的follower一看到 赶紧往来跑 说可能要点名了 现在就会发现什么 就通过这种方式 把人与人间的关系 凝固得更加紧密 而且更加的多样化 这还没有完 因为我今天的一个主旨内容 是要为软件技术做服务 大家可以发现 今天讲的东西和软件技术 只有Cloud Computing和SaaS有点关系 大家说 视角网络和软件有什么关系 你们想想 你们今天在用苹果的App Store 是不是 有多少人都在用iPhone 举一下手看看 有多少人在用iPhone 好像不多 用Android呢 用Android估计很有很多人在用 Android也有Mobile Market 实际上是什么呢 这些都是一些什么呢 都是通过它这样这种 因为App Store和Android Market 本身也是一种视角网络 它像是开发者的视角网络 这些人把自己的这些应用 给丢在这个平台上 或者在这个超市里边 别人可以去下载 然后可以去通过这个去盈利 另外一个最经典的例子 你们就是用这个视角网站 比方说这个Facebook和开心 它会有一些什么相应的应用 对不对 这应用是什么呢 开心农场 你都在用什么停车位 偷菜 像是比较流行的偷菜 所以这个应用是通过 什么形式来给做 它是一些小的应用 都是一些小的外边应用 实际上就是基于你的社交关系 给建立起来的 比方说我用了一个偷菜的应用 我会发现 哇 这不错 然后呢 我就推荐给我的朋友去用 那么这个过程中呢 这个应用本身 它用了一件什么事 就用了你的社交关系的信息 从而使得这个应用 能够被更多人的去使用 而且从软件开发者来讲 想想这些事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 更多人去用你的应用 就会帮助你把应用越做越好 是不是 最经典的一个例子 大家可能知道 在这个手机 本上有一个著名的两个游戏 一个叫做植物大战僵尸 很火 现在这个已经被这个叫什么 开心网 这个人人网给搞成外部版的了 另外一个游戏叫做愤怒的小鸟 Angry Bird 过去 据说我在看一个数据 在过去两年 它就靠这个Angry Bird 开发者个人分红 大概达到了三千多万美元 就是一个小的应用 大家都用Angry Bird 非常简单 实际上这个过程中 就是通过什么呢 第一方面是通过社交关系 把这个应用给推起来了 对不对 第二个方面就是说 这个应用 它之所以能够被推起来 是因为社交关系 利用了社交关系 而导致更多人去使用它 帮助它改进了 它这个应用本身的质量 对不对 我觉得这是大家要去 去好好想象这个过程 实际上这对我们 经典的软件工程的一个 一个变化 就是一个影响 其实是非常大的 实际上大家在如果是有 在我们实验室的同学 可能会留意到 就是说这两年 在软件工程的一些 顶级的一些学者那里 他们开始非常关注 软件工程的开发 就是软件工程这个学科本身 和社交 搜索computing界的关系 因为本质来说 软件工程它就是一个 交叉学科 它实际上是把 我们知道把计算机技术 和工程学管理学 结合在一起 那么现在因为这些软件 已经开始被更多的 这种大众去使用 那么其实现在软件工程 本身也开始和社会学 结合得更加精密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去看一下 这两年像这个 软件工程最顶级的一些 会像ICSE 就是conference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FSE这些会议 上面关于 这个social computing 和social networking 这样一个track 是非常的多 大家在研究 如何去把这种 所谓人与人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 这种交流 所产生的叫做 什么叫群体智慧 你们可能看 wist of a crowd 或者collective intelligence 这样的东西 用在软件工程的研究中去 这是一个非常火的方向 另外这个地方 我还想再去提一点 就是有这样几个网站 就是这样几个网站 大家可能去 可以平时去关心一下 有个网站叫ifttt 这是国外 大概6月份上线的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它非常的简单 它想干一下什么事 就比方说 它这个网站 就是构造一个简单的 一个数据流 就是一个把一些 现在网上的一些API 或者一些我们叫widget 空间给组合起来 构个数据流 我做成一些小的 就我们刚才讲的 MashUp MashUp就是一个 简单的一个web应用 比方说 我今天我要出门 我要出门 然后我就会写 如果说今天的天气 它有一个ifttt ifttt就是 if this is not that 如果说今天的天气 是晴天 就给我的email 发一份邮件 或者说就给我的手机 发一条短信 就这样一个简单的应用 它这个网站提供 这样一个平台上去做 做完之后 我会发现 其他的朋友说是 如果说是今天的天气 比较好 不但是要给我发一条短信 而且还给我推荐一下 周围的餐馆 它就相当于是在 这个已有的应用上 再加一个新资功能 它把这个应用 继续往外去发布 实际上这个效应是什么 就是一个滚雪球的效应 大家会基于一些小的应用 去不断地去把自己应用 给扩展起来 这网站今天也开始赚钱 大概好像还不错 上一月据说是赚了十万个刀 就是说一个月 一个月利润十万个刀 还不错 六月份刚刚起家的 一个startup的网站 还很不错的 而且这有一个 我的一个观点是什么 就是因为 有了这些social computing 这样一种力量 实际上会导致 对网络上资源 有一个有效地进行一个整合 组合 或者说要进行再分配 这样导致对于 它对我们人类的社会的 这个服务是越来越好 第三件事我想说 既然讲到软件 一个事情可能是不得不说 就是人机交互 大家可能现在做 中小时课程实习 或课程作业的时候 会实际上说 在做一个系统的时候 你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做好人机交互 实际上人机交互 是软件基础中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当然有来自于 人机交互实验室的同学 那么是一个核心的 就是我觉得 就是对于现在来说 由于互联网的一个出现 数据很多 智能越来越智能 所以导致说 各种各样的这种 个性化或自然化的 这样的一种人机交互模式 也开始被人就重视 比方说 我这样一张图 这样我可能有一张图 大家可能别能看得清楚 这张图说一件什么事呢 就是说从计算机出现之初 围绕着这个人机交互 比如最早我是用这个批处理 有多少人还用批处理 可能都没有 就是那个字符界面 对不对 字符界面批处理 到后来说有了这种 这个键盘鼠标 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到后来说有了这种Windows 微软最后它起家 就能够做大 就是靠这个Windows 虽然说这个专利 大家是认为它是超苹果的 但是它真是把这事做成了 Windows 到了2007年前后 有了这个触摸屏 就是这个触摸屏 iPhone 到现在iPad 实际上现在是有一个 还有一个区域 就等于我们会讲物联网的时候 它会有这个 叫做什么所谓信息物理 一体化系统 这样是什么事呢 就是说你们举个例子 因为有些人有很多的sensor 他说有很多sensor 你们有很多同学在玩过这个什么 微软有个Xbox 知道吧 有个游戏机 它会做什么一件什么事 比如说你的一个动作的一个 就是跟你的动作 然后它会去分析 然后给你做出你相应的动作 比如我在这地方 可能就是说 做一个开车的动作 开车的动作 它这个游戏机上就会说 你现在应该在开车 然后你该怎么去弯道 就是你实际上手里没有任何的设备 以前比如我去开一个车的时候 我还收掉哪个游戏柄 对不对 现在我可能没有任何设备 我就这样弄一下 它就会给我开车 你们可以看一个Xbox 有一个宣传片 比如说对于我 我前一段时间就是我的外甥女 她有一台Xbox 她就是因为她今年十八九岁了 女孩子也很暗美的时候 她就是说她说是要去试一试 她可以把自己的一些衣服 因为她每天让女孩子换衣服 需要很长的时间 吃衣服需要很长时间 她就把自己的一些衣服 就给scan到这个Xbox里面去 她每天早上就是说是要去试衣服的时候 她就是去对着这个Xbox去转转 然后去换一件不同的衣服 就可以看到这个Xbox里面的自己 说穿件衣服的效果如何 实际上会发现这种人机交互的模式是越来越多 然后像这个我在讲说 这个人机交互的设备 它可以根据不同的场景 不同的类型的用户 它会要去做一个很个性化的东西 很个性化的话 比如我们今天用这个iPhone手机 会有很多各种不同的主题 对不对 会有各种不同的主题 比如说现在有什么重力感应 各种交互的方式 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但是比如我们先举一下例子 iPhone你可以去吹长笛 对不对 这个游戏大家很多都玩 去年我们实验室晚会的时候 就用iPhone去吹长笛 手机屏幕和周面屏幕的转换 就是一个很酷的方式 比如说这个 这个是莫托拉做的一件事情 以前我们比如说 我们出去出差的时候 经常会带什么 会带我一个笔记本 对不对 会带笔记本 而且笔记本现在蛮沉的 因为现在这个手机 已经做得蛮强了 它可以什么 你插在一个基座上 连到一个电脑屏幕 马上这个手机就变成一个 手机里面另外一个Linux系统 就会启动 就变成一个 手机屏幕和周面屏幕 就可以去转换起来 比如说这个对于这个龙 就是有这种 我们叫disabled的这种 就是说残疾人 为他们去涉及到这么 比如说龙亚人 他会怎么样去交互 一些新银的设备 实际上对我们生活 带来很大的方面 这也是软件技术的一个 就是软件技术的一个 发展的一个 非常重要 就是因为软件最终 是一定要为人去服务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 现在互联网上 就围绕这个软件技术中 就是人机交互 也会发现新的发展 孙老师我们是要休息一下吗 还是 还是就一下就讲完 休息一下